现在我讲和半部论语至天下 这个成语有关的故事 以前赞扬儒家的经典 就用半部论语至天下来夸赞 这个成语出自宋朝的罗大经的贺林玉露 赵普这个人是以前跟随赵黄晋的一个书记官 赵黄晋当皇上以后 他就给赵黄晋当首相 赵黄晋就问赵普 人家说你一辈子就读了 赵黄晋当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